今天跟朋友们分享一个现实吧 就是在美国这边好多商品上边不但有英语还有其他的语言啊 所以这也表明咱们并不是说学好英语了 来美国就一定能够畅通无阻 你看这个语言它就明显的不是英语啊 就是我看不懂 是西班牙语吗还是法语啊 我猜可能是西班牙语啊 不过好在它应该有英文对照的这个内容啊 就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顺便学一些英语啊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标题呢 它叫unsorted tops 我用这个指一下可能会看一下 这个是unsorted tops 就是没有言的这个顶端啊 这个sort是言对吧 s-a-l-t 那么这个n呢 它是一个前缀表示不的意思啊 就是没有没有盐的表示否定嘛 不加盐的这个顶端top指的是顶端啊 指的是表面啊 指的是这个 这应该是一种饼干吧啊 这个饼干的这个表面的没有加盐啊 cracker对饼干啊 因为这个crack它的原意是脆啊 或者把什么东西弄得嘎嘎响响啊 就是这种裂啊 饼干一咬不就裂了吗 这种的 然后它这写的是 no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这个syrup是糖浆 corn是玉米啊 玉米糖浆 这个fractose 这个fractose是什么意思啊 果 就是说frag是水果 fruit是水果 没有高的这种玉米糖浆啊 这个fractose这个词用的很少啊 这个这个不认识啊 对 这个unsorted tops啊 就是顶端没有放眼粒啊 有这种饼干 这个是我在老莫的一个商店买的啊 他这个牌子是 这个dutch是荷兰 对不对 dutch是荷兰 made是少女 荷兰少女牌啊 这个ll ll ll 河南少女牌啊 不太知道 然后这个写的是 file crackers per serving 这个cracker饼干 五个饼干 每per是每个 serving是份 每份是五块饼干啊 然后他这个标着 他这个营养价值表啊 这个60cal cal是卡路里啊 热量的单位 就是每份饼干呢 有五块 五块饼干呢 它包含60的卡路里 包含0.5克的 这个gdepagram g-r-a-m 0.5克的 这个sat fat 这个fat是脂肪 这个sat应该是 saturate saturate 饱和 饱和脂肪啊 就是0.5克的 这个饱和脂肪 这个saturate 它的本意是渗透啊 就是saturate啊 这应该是saturated 被饱和的 被渗透的 这个脂肪 饱和脂肪啊 这个3% 这个dv啊 代表daily value daily 日常的value 每天的营养量啊 就是可以提供3%的一个人所需要的营养量 然后还有80mg 应该是mg啊 呃 毫克啊 80毫克的 这个sodium是钠 对吧啊 呃 它占3%的人体 每天所需的这个养料啊 能量应该啊 脂肪叫养料啊 动物叫能量 然后领克的总的糖啊 没有糖啊 cracker 饼干 net weight net是净的啊 可以当网啊 讲这里当净的讲 这个weight是w-e-i-g-h-t的缩写 重量 净重量 8 这个 oz 或者oz 它是 8盎司 O-U-N 应该是盎司怎么评写的了 O-U-N-C-E 然后盎司是28克左右啊 那么8盎司呢 呈以来就227克啊 这个是enlarged to show texture啊 enlarge增大啊 这个to呢 是一个动词比定式的标志啊 增大 目的是为了展示 它的纤维啊 展示它的纹路啊 就是咱们在盒上看这个饼干 比实际的要大啊 就是意思 2packs 两包 那就是这一袋 那边有两包 呃 这个是在老沐儿的店里 还是个医院店吧 我记得好像忘了啊 我当时 去这个医院店 觉得还是有点惊讶啊 说这边的医院店 竟然卖吃的 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 好像医院店 它不会卖食品啊 这边竟然还卖食品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能看到它的这种 营养对照表 营养对照表 Nutrition facts Nutrition是营养啊 这个facts是事实啊 营养的事实啊 营养的这个成分吧 这个fact还有其他意思吗 我学的就是事实吗 它这个下边 这个应该是西班牙语吗 这个datos的nutrition 对吧 是西班牙语还发 应该是西班牙语啊 对照的啊 就是英语和西班牙语对照的 营养事实表啊 这个大约 这个大约about approximately啊 大约approximately 大约14什么意思 serving per container啊 container是容器啊 每一盒里面大约有14份饼干啊 然后这个写着serving size啊 就是每一份的尺寸 是五块饼干啊 就是意思 然后是amount的数量 amount的数量 per每一个 然后total fat 总脂肪啊 saturated fat 饱和脂肪 trans fat 转换脂肪 是那意思吧 cholesterol 胆固醇 对吧 c-h-o-l-e-s-t-e-r sodium是钠 对不对 80毫克 维他命D啊 这个咱们大体看一下 然后total carbohydrate total是总的 这个carbohydrate 是碳水化合物 因为它这个carbo 前面这个carbo 这个是碳的意思啊 看在这 carbo是碳 hydrate是水合物啊 碳和水的化合物 总的碳水化合物啊 还有dietary fiber 膳食纤维啊 这个fiber是纤维的意思啊 那个dietary是膳食 total sugar 总糖啊 sugar是糖 includes 包括领克的 added sugar 包括领克的 被增加的糖啊 被加的糖 protein蛋白质 protein 对吧 所以大体就是 意思吧 咱们了解一下 维他命d 然后carbohydrate是钙啊 然后iron是铁 protein是钙 对吧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成分 后边这个成分比较好 都不认识的了 ingredients是成分 enriched wheat flour啊 增强了的小麦面粉啊 括号里面是wheat flour 小麦粉 niacin是烟酸啊 好像是烟是香烟的烟 酸是306的酸 对不对 reduced iron啊 减少的铁啊 还有什么salmon mound 这后面你不认识了 这个大体就是 各种添加剂啊 这个认识的应该是 这个soybean oil 豆油 对不对 然后sugar是糖 sard的是盐 east的是酵母 soy什么soy是大豆 这个malt malt 是malt 是麦芽 这个大体 反正这个设计好多专业的书语吧 contains包含wheat and soy 包含小麦和soy soy是豆子 豆子的意思吧 是吧 因为soybean是黄豆嘛 对吧 其实我这也是泡针眼语啊 made on the same equipment as other products which contain milk treenuts and peanuts 制作 在这个同样的设备上啊 跟其他的产品一样 就是这个设备呢 包含牛奶啊 包含树上的坚果 还包括豌豆 不是 pinnuts是花生吧 花生的意思 因为这个p呢 是豌豆 nut是坚果 就是豌豆坚果啊 因为花生有壳嘛 算是坚果 坚硬的果啊 这个右边就是 西班牙语啊 这个答题 看待的生产厂家 德格萨斯州 这个艾威林厂家产的 这个父子是食品 inc是公司incorporation made in USA 生产在美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 的百分之什么daily value 你看日常的这个价值 tells you how much a nutrient nutrient in a serving of food contributes to a daily diet 就是 这个dv呢 代表每天的这个价值 它告诉你多少啊 就是一个营养物啊 那么每份的营养物 能够 对你每天日常的 所需要饮食 所需要的营养占百分比占多少啊 2000卡路里呢 a day is used for a general nutrition advice 2000卡路里一天呢 被用来 作为总的营养的建议啊 然后下面是 西班牙语啊 所以这个视频主要是 跟朋友们介绍 并不是说把英语学好了 在美国就畅通无阻了 这边还有好多这种西班牙语啊 咱们所不认识的 我在旧金山的时候 所住的那个社区啊 就是有一次我看着他们 老人小孩在街边跳舞 然后我也大胆去促热呢 但是我听他们的语言 我都不懂啊 就我很惊讶 那说什么呢 对吧 就英语再不好 不至于一个词也听不懂吧 结果后来 一想啊 是西班牙语啊 就是因为好像 西班牙葡萄牙都 历史上的航海的 这么一个国家 对吧 那么他们的航海也比较发达 所以说美国这边 也不少他们的后裔啊 应该是best when used by best是最好啊 这个when是当 什么什么的时候 use是使用 by是截纸 最好使用截纸 2021年1月26日 这个JAN1月啊 26日 月日年啊 他这个牌的 他这个 美国这边一般是月 隔到前面啊 他是在26号 隔到前面了 日月年了啊 不过这个都无所谓了啊 所以它 是美国生产的 这个商品 还有呢 有的商品呢 也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像这种盆啊 这种这种盆买了有两三个吧 这种盆你看 这种盆是那种橡胶的啊 非常结实啊 这个你看它也是有这种非英语啊 这个肯定不是英语 这个估计是西班牙语啊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写的是Fiber Reinforced Molded Rubber Series 纤维加强的磨具生产的橡胶系列啊 这个Vortex 它的Features特点啊 红字特点啊 它写的是 咱们近点看啊 这个字表达 Rewer Rubber 真正的橡胶 Crack and Crush Resistant Crack是撞裂啊 这个Crass是撞击 防止裂 防止撞 Resistant 抵抗的 抗撞 抗裂 Flexible at low temperatures Flexible是灵活的啊 有厌展性的啊 有厌展性的啊 柔韧的啊 在低的温度 Absorbs Shucks 吸收 这种震动啊 比如说摔一下 它能够吸收啊 能够缓冲 Immediately bounces back to shape 立刻弹回到圆形啊 它是橡胶的嘛 Fiber reinforced for long lasting usefulness 纤维加强 为了长的持久的使用 Heavy Duty 这个Heavy Duty是耐用的意思啊 一般卡车上 或者一些大型的机械上写的 重的责任啊 Heavy是重的 Duty是责任 它们合在一起是耐用的啊 耐用的 Galvanized Galvanized是镀心啊 咱们的自来水管 有的为了防止生锈 镀一层心 耐用的镀心的 钢的五金件啊 在被一些选定的模具里啊 就是一些选定的 不是模具了 就是类型啊 就是有些 种类的这个橡胶盆 里面有这个 很耐用的 镀了心的这种五金件啊 就是作为骨件啊 就像像有的 对吧 人穿的这个内衣 里面这个钢圈啊 就是金属圈啊 Vortex Reputation and Reliability 这个Vortex 这个F-O-R-T-E-X 那么它就是一个品牌了 这个不用管它 Reputation 名望啊 和可依赖性 Limited Replacement 有限的替换的保证 就是说 一般来说 不用换货 不会坏啊 这是意思吧 还是只给部分 坏了的换货呀 Proven performance For over 50 years 被验证的旅行职责啊 为了超过50年啊 这个盆旅行职责 就是不漏水吧 对吧 就是这个盆可以用50年 是意思不 咱们看一下Vortex 然后下面有一个电话啊 8 cups 8杯 可以装8杯水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调性吧 然后下面写着生产国家 Made in Dominican Republic 生产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是中美洲的小国家吗 对吧 然后这个Vortex feeder pen Pen是锅 Feeder是喂什么什么 喂动物饲料吗 不是它 Feeder是喂 喂的锅 2 这个QT代表什么 不太知道啊 反正这个小盆 我其实买了一套啊 有大的有小的啊 这个小盆 它是带着刻度的 你看它是二升 这个我就感觉它特别好用啊 就是比较有这种柔韧性 按一下之后它还不碎啊 看 按一下之后 它很结实橡胶的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盆 比较耐用吧 主要就是跟朋友们介绍一下 它是有好多其他语言 其他语言的啊 百分之百touch 百分之百接触 就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吧 就是朋友们 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啊 到了美国呢 可能不单单是 要懂英语啊 其他语言可能也需要懂一点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盆 好像它这个底儿 这个地方 好像是有钢圈啊 所以我还比较喜欢 这种橡胶盆 看 这样的 它也 它也不坏啊 虽然可能有点味道 但是它用着还不错啊 就这样的 OK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 跟朋友们 说一下这个 学语言的这个重要性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